只不過是吃一個滷肉飯 沒想到變成了集體泄鬥 在今日清晨六點多 臺中市的第二市場 知名的滷肉飯店家 發生了鬥毆情勢 至少五個人受傷 那其中這一名男子傷重 當場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被打的一方跟警方公稱 打人的那一方 大概有十多來人 那麼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無意間看了他們一眼 就引起對方不滿 引起了口角衝突 之後死者打電話 享受找其他朋友 一起吃個滷肉飯 結果被誤會說絞人助陣 所以最後發生鬥毆 發生了憾事 黑衣男子不聽白衣男子解釋 高舉手中物品就往對方砸下去 一下兩下白衣男子也立刻反擊 一旁女子健壯趕緊出面圈架 但黑衣人一方不罷休 另一人出面繼續打 警方到場時受傷的民眾 還坐在椅子上 趕緊叫救護車支援 這起衝突 共造成三男兩女受傷 其中三十一歲的黃姓男子 傷重送醫急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地板血跡斑斑觸目惊心 桌子椅子倒在地面 碗盤破裂 現場水手能拿到的物品 都被拿來當成武器攻擊 台中第二市場知名滷肉飯攤販 清晨六點多爆發多人激烈肢體衝突 台灣大道上的監視器也拍下打人一方十多人清晨前往用餐的身影 初步了解打人的一方 疑骸整晚到第二市場內吃滷肉飯 疑似不滿對方看著他們一眼掀起口角 之後被打的一方要打電話約朋友一起吃飯 被誤認為是要找人助陣引發肢體衝突 警方根據監視器已經掌握特定對象積極查其中 記者胡杰倫台中報導